为行销台湾宗教特色提升文化深度 立政部举办台湾宗教白景票选活动 台湾县内有14个宗教景点入围 据着9月8孔子诞辰纪念日到来 县长吴志阳呼吁乡亲踊跃上网投票为活动催票 礼 乐 社 玉 书 树 这六亿是古代儒生必备的教育目标 今年是至圣先师孔子2563年的诞辰 桃园县府请来孔子第76代孙孔令佩献毅 为28号登场的祭孔大典暖场 儒学跟宗教它是属于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所在 所以只要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灵层次 那能够进化我们的心灵 其实都是孔老夫子非常诞成的 除了纪念至圣先师 这次宗教白景票选活动 桃园县内共有14个宗教景点入围 要来拜托大家投票按赞 尤其我们是在国门之都 大家来台湾除了风景以外 其实宗教是大家很喜欢参观的 透过各种活动 桃园县希望能将最美的观光景点推向世界 成为观光客必讽的地方 新行也在电视胡书霞许涓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